然后其中大陆内部怎么看 中国的评论员认为这三天 沙利文应该是取得了超预期的成果 所以我们看到是不是美方才抢先公布这一切 都是成果中的一部分 那接下来双方有很密切的接触 8月29号沙利文有说 美国气候特使9月第一周就要到了 还有双方的中美商务工作会议 在天津登场 介大使怎么看待沙利文的此行 我想就是说这个外交永远都是内政的延长 尤其在美国此刻 这个内政是一个严峻的关口 我觉得沙利文去中国大陆 左眼还是美国的内政 那我觉得占到五分之四 这个政客政治人物都是自私的 自己利益摆第一的 我很少看到说政治人物把 什么国家民族利益摆第一 那现在你可以想见 现在就是说对于这种像这种拜登这种的老式政治人物 那么拜登心里想着就是说他的遗产是什么 他的英文就是legacy 他留下了什么好的礼物给美国 留给美国的这个社会 给还有他的接替他的这个世世代代人 这个很重要这个legacy 然后他下台要有一个漂亮的据点 那也就是说他在他任内提出的很多的政策目标 他都达到了 然后也反驳了他的政治对手 像川普就说 为什么现在世界这么乱 就是因为这些 世界上这些非常能干强悍的领袖 都不尊敬拜登 把拜登当作不尊敬的对象 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 拜登来讲他需要一个 他的下台要用一个漂亮的句号 然后他的遗产都能够怎么样 都能够兑现 那对苏利文来他去他也很重要 因为他也不想说 他在这个中间跟中国大陆之间 这个对抗以后呢 他下台以后呢 中国大陆像对付川普总统的那些 那一帮子他的胡群勾搭 通通给你列入什么 制裁对象 超惨 蓬佩奥制裁对象 搞得他这个连瘦了20公斤 一点油水都没有了 全是下台的美国高官里面 最惨的一届就是川普那一届 都被中国大陆列入 不受网的对象 而且你将来参与的企业 那个企业 我们也禁着这个企业 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最大使当然是说 沙利文可能有个人生涯的一个盘算 因为毕竟他还年轻嘛 那他的家族在政府 这个势力也很绵密 但你觉得他的主子拜登交给他的任务 他达到了吗 都给了 都给了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台湾问题是一个不可预约的红线 是台海稳定的最重要 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见你这个沙利文 他怎么不晓得他的来意 他怎么不晓得你他们这些人 还包括他的主子拜登现在的心态 对 当然了 就是能见面 能通话 就看得出来 这有什么难呢 那我问你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愿意呢 那就是台湾问题上美国让步 对不对 美国做出保证了 这些不会强调的问题 才是我认为我的推断最主要的 好了 你要见 你要见 今天说实话 你要见这个 这个张佑霞 张佑霞说 你要见我也见你了 对 对不对 这个是拜登他政府不断的强调 要恢复两军的正常沟通 但如果说介大使判断 就是中方在台湾问题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 做出了一些让步 那么 拜登政府向来在中国人心中 就是不守信用 那这个承诺可以兑现吗 就是说起码他承诺了 难道这样就不容易了 那对于赖清德 我想双方应该达到了一个 互相充分交换意见 然后对台湾政局 美国也会做出某种承诺 起码能保怎么样 能保到拜登到下台 到明年一月下台 所以张又霞才会笑得这么开心吗 当然了张又霞笑得开心 而且对习近平来讲说 我就给你个面子 我在A派跟你拜登 表示我们还是怎么样 还是可以 你这个拜登 我对你还是很重视的 就这样就好了 就这样 那拜登就要这个 就要几张照片 你看我对中国大陆 这么样这样 你看最后我们还是怎么样 还可以像两个 两个怎么样 两个男人一样 在那边 还可以这样 还可以见面 因为从官方发布的视频 你看到 就像官方发布的视频 都有相当的含义 如果谈得不好 那一定不会发布张又霞笑的画面 跟照片 所以从这一切的一切 看起来 这个沙利文忍辱复华 看起来是报酬丰厚 好 关于这个沙利文 到这个北京的事情 我就想听介大使怎么讲 这个白宫的新闻稿 抢先发布 从这个结果来看 应该谈得还不错吧 就计划未来几周内 已经先预告了 会有习近平拜登的通话 那这只是第一步 那最重要是见面呢 11月在这个 秘鲁举行的峰会当中 秘鲁外长也已经证实 两大领袖都会参加 所以有通话 那如果说到时候会见面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 沙利文这次得到 他所一切想得到的 那我们就细部来看 2728王毅跟沙利文 举行了战略沟通 前前后后谈了六轮 总共11个小时 谈什么呢 中美嘛 敏感问题嘛 当然可能包括台湾 重大国际地区的热点 俄乌啊 等等 然后中国外交部的 美大司长说 双方都认为 双方都认为 是坦诚的 实质性的 建设性的 建设性 有具体内容出来 然后点出了台湾啊 民主人权 道路制度发展权力是 中方在中美关系中 划出了四条红线 拿四条再讲一遍 台湾第一位哦 第一条红线 就是张又霞讲的嘛 民主人权 对不对 道路制度发展权力 四大条红线 比较特别的是沙利文 沙利文指名要见张又霞 那这个部分呢 有个非常非常短的视频 你就看到这个张又霞 这个只是握手的画面 双方的脸上都是带着笑容 但是有另外一个画面 稍后镜头中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个张又霞呢 罕见的转向了正面 哈哈大笑 笑得很开心 当然没有听到他在讲什么 但是这个现场哦 什么事情让张又霞 笑得这么开心 大家的想象空间很大 然后他进沙利文时候 讲的这句话也很有意思 你提出与我会晤 对不对 在这个新闻稿当中 倒没有写 因为我看新闻稿 一定是看是不是应邀 跟你会面还是怎样 不知道 但是他这句话就很清楚了 你提出与我会晤 是沙利文指名要见张又霞 表明美国政府呢 对于军事安全 还有美中两军关系的重视 那沙利文说什么呢 呵呵呵 很少有机会进行这样的交流 都要卸任了才来 对不对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会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ow Your Care 感谢再见